大門口拉起封鎖線 因為這裡發生一起人輪悲劇 事件就發生在15號下午一點多 新北瑞芳區一坑路的一處名宅內 異性男子與彭信姊夫在午後發生口角 男子一氣之下拿著水果刀 衝進姊夫房間朝著姊夫攻擊 之後也朝自己攻擊 男子的姊姊在房間聽到大叫聲後 趕緊出來查看 發現兩人都已經倒臥在血鋪當中 嚇得立刻報警 兩人被送往醫院緊急搶救後 被刺的彭信姊夫傷重不治身亡 男子目前則脫離險境 而根據瞭解 兩人常常發生口角 距離這次男子為何要拿刀殺害姊夫 警方還要進一步追查